银色的中网白天的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先准备好工具 一把小一字 一把T20的螺丝刀 好了开始施工 我们来换上银色的中网 拿个小一字螺丝刀 从这里把这个卡子往那一敲就行了 下来了 这边有360全景的一个插头 拔掉它 捏住两边 一把就下来了 把这个灯的插头拔掉 一拽就下来了 现在把这个灯条 移在银色的中网上 这边有几颗T20螺丝 把这几颗螺丝拧下来 这边有卡子 把灯带移过去 敲到这边的时候特别小心 这卡子这边稍微这样一掰 就下来了 不要硬拽 摄像头也移植过去 再把灯条卡在新换的中网上 360的摄像头也卡上 再把螺丝拧上 移植好了之后把中网卡上 这些插头都插回去 这是银色的中网白天的效果 再来看看夜间的效果 两款中网效果已经看完了 总体看下来的话 银色的中网要比黑色的 晚上亮度更高一些 发光的效果更好一些 因为银色的会反光 但是白天看的话运动气息 还是黑色的更运动 好了教程也出了 想动手的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不要跟我说 插溜车主会自己动手赶上了 我不就是插溜车主吗 这些 fancy东西 没有来到处 你一部分的我的 一部分的 来到永续 当世界还有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